前段时间给大家发了一下我的酒瓶兰现在的状态 好的话也说我也想养 这个东西是不是非常好养的 酒瓶兰是非常好养的 也是比较耐阴的 但是那明亮光的地方就能够正好成长 但是如果说你想买大的话 因为大的除非您去当地花室去购买 我这一刻是当时简陆的 60块钱 但是在花室里的话也得2300块钱 反正最小的也得100多块钱 所以说如果您想养的话 可以从网上买个小的 小的价格便宜 这种小的买到家里 您去给它换到一个一家轮的花盆里 去养上一段时间 如果能养好的话 您得再去买个大的养就行了 这种小的都是用一样土栽培的 您直接收到以后缓上三五天 直接种到花盆里去缓苗 然后缓好了以后 然后逐渐的多见点光 放到室内最亮的地方 这样它就能够正好成长 对于它的浇水就比较简单了 它是属于根茎之物 它是非常耐旱的 比如说我这么大的 一年不浇水都死不了 只是说会出现干液的情况 这种小的话 一般盆土干透的时候 你给它浇透水就行了 它的根系是相对比较粗的 肥料还是老样子 一个月一次用氮磷甲均衡的 或者是高氮的都可以 但是建议您用氮磷甲均衡的 比如花多一号 比如我们知道复合肥都可以 这样去养护的时候 保证水肥充足 如果说有光照条件的话 放到光照底下是最合适的 这样就能够不出问题 这样就能够在你家里正常生长 如果说你这个小的 你养了一年 养了半年 养得非常好的话 你就可以去买一个大的去养养试试了 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说的 谢谢大家